今天要讲的故事叫 一女是二夫 说呀 清朝嘉庆年间 罗北县大有镇的吴景奎是个读书人 因为呀 九世不定 所以呀 他便下来经商 同时呢 父亲也给他张了婚事 因为呀 吴景奎帅气文艳 得到很多女孩子的青睐 千挑万选呢 他娶了临线的一个秀腿家的女儿 黄美玉 妻子长得漂亮 因为呀 家教好 人长得秀气 大家都说吴景奎和黄美玉 那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顿 结婚后啊 两个人那是恩爱有价 吴景奎呢 吴景奎呢 在外做生意 妻子黄美玉呢 在家呀操吃家务 日子过得那是有条不完 但是这天呢 吴景奎 外出啊 要做一趟茶叶的生意 得两个月才能回家 妻子 说 你啥时候出去的 我怎么没看见呢 我一直都在院子里啊 吴景奎 大为不景 妻子这是怎么了 见到自己啊 竟然没有久别从逢的欢喜 还说出啊 莫名其妙的话来 就说 你忘了吗 我是两个月之前走的 今天才回来 你看看 我给你买的布和点信 黄美玉啊 吐吃一笑 笑了 说 相公啊 你真能开玩笑 你不是十几天就回来了吗 妻子的话呀 让吴景奎摸着头脑 所以啊 他就朝屋里走去 正准备啊 挑帘入内的时候 从屋里啊 走出了一个男人 两个人呢 一对是 都啊 不由自主的 挨压了一声 黄美玉啊 也回到屋里来 看到眼前呢 站着两个丈夫 登记啊 惊叫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出来两个丈夫啊 因为啊 两个男人长得一模一样 高矮胖瘦 是衣着 头发 都一样 没有啊 不一样的地方 后回来的吴景奎啊 一把 抓住啊 从屋里出来的吴景奎 大声的怒启 你是谁 你为何冒凑我 竟敢呢 来我家住 对方呢 也不是路 也怒启道 你是何方人士 我是这家的主人 吴景奎 你是谁 竟敢呢 闯入我家 吵了一阵 启动一个说 嗨 别吵了 你路途遥远 可能是累 娘子 给他做话 这样啊 吴景奎 那是哭笑不得的 这是什么节奏 还担心自己累 别说 自己啊 还真累 吵的声音呢 明显没有对方大 于是 就点头说 给我弄点吃的吧 黄美玉啊 不敢怠慢 忙去做饭 饭好之后啊 吴景奎吃饭 另一个吴景奎呢 也陪着吃 这样妻子 黄美玉啊 那是惊诧不已 两个人的吃饭 节奏 疲励 以及啊 巴搭嘴的声音 都一样 谁是真的呢 那个后回来的 吃完饭之后啊 感觉的疲惫 就躺下 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啊 也不再争吵 两个吴景奎啊 好像都接受了 对方一样 都当对方不存在 都喝呀 黄美玉七日 这样的情景啊 让黄美玉受不了 于是啊 他串门的时候 就跟邻居啊 说了家里的情况 邻居们好奇啊 就借串门啊 来看 果真 看到了两个 一模一样的吴景奎 虽然呢 有两个吴景奎 可他们呢 丝毫没有违和感 这个事啊 一串俩三串 大家都来看 吴景奎家呀 已经是门庭若市 这天呢 黄美玉突然发话 你们两个 必须消失一会儿 否则呀 咱们的日子 没个过 吴景奎很生气 说呀 这还不愿意 你那破嘴呀 咋那么气呢 最后 两个人呢 搞起了 类似啊 叫石头剪子布的形式 来决定去留 去的呢 白天不在家 晚上呢 可以回来 就这样 一个呢 出去了 家里呢 也相对安静了 因为呀 人们来创门 看不着两个人 可安静没多久 牙医呀 上门 来拿人了 原来是啊 邻居们觉得呀 这事儿漆家 觉得漆通 有一个 必定是妖 害怕这个妖啊 伤害到自己家 就啊 结巴 到县衙去告状 县令黎本灯呢 很惊讶 这是一女 是二夫 还不是什么妻妾 所以啊 他就来了兴趣 派了牙医 抓人呢 去大唐 见到啊 两个吴景奎 一本灯啊 甚是吃惊 世间呢 竟有无此相像之人 一本灯啊 大喝一声说 哪个是假吴景奎 快无时招揽 免遭啊 疲惹之口 其中一个吴景奎说 自己呀 到伊兰去走货 回来之后啊 发现家里 有人冒从自己 另一个却说 自己呀 也去伊兰走货了 可事情有变 宗徒啊 回来 一直啊 都在家里 没想到啊 这个人贸然闯入家中 要呢 纠占雀巢 要求呢 县令大老的 给自动 两个人呢 都说自己是正宗 可真假难辨 两个人又实在太像了 没有 的确啊 就生了一个千真万全 是他呀 亲自给接的身 案子没法闪了 这个时候啊 邻居六婶 上前禀报说 大人 吴景奎啊 自小和姑姑 一起长大 小姑呢 知道他一些 隐蔽的事情 不如把小姑 叫来分辨 李本宗说 好 于是啊 他就让牙医来请了吴景奎的小姑来辨认 很快啊 小姑到 小姑啊 到了大堂 两个吴景奎啊 见到小姑 同时 喊出 小姑 并啊 上前来跪拜 小姑啊 见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侄子 吃惊不小 仔细端向了一反 仍然呢 辨不出真伪 突然呢 先令白手 让小姑到后堂 然后 在他耳边呢 嘱咐一番 主要的意思是啊 要小姑 说他们身上有记号 在堂上说出 如果呀 是妖的话 那一定呢 会在自己的身上 留下记号 而不是妖那个 自然呢 没有记号 小姑啊 明白 当即啊 便回到了大堂之上 小姑 再回到大堂之后 对仙令啊 李本能说 回大人 我侄儿啊 从六岁就跟我身边 他的呀 左夜下 有一个伤疤 是十二岁 随我砍台的时候 不慎呢 被裁刀划破了 请大人呢 去验证 仙令啊 立即让牙医啊 上前验证 可看了两个人的夜下 都没有伤疤 县令李本能懵了 这招也不好使 这可怎么办呢 想了好久 李本能说 也罢 也罢 我呢 过几天 就去请一个道士来 不怕你们 不现行 当天 黄美玉啊 领着两个男人 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上 家里啊 剩下一个吴景奎 隔几日后啊 县令带着道人 来到吴景奎家 可家里啊 就剩下一个人 道人点头说 家里啊 并没有什么邪气 可县令啊 白思不解 问道人 这是怎么回事 道人说 这个妖物啊 并无害人之心 一定啊 是有什么善缘 至于啊 什么善缘 那只有啊 他们自己知道 那边呢 吴景奎说 自己啊 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里啊 是自己救过的 一只狐狸 说呀 他看到不三不四的人 对妻子 期待期 所以啊 就化成自己 回来 赶走了那些人 不想啊 吴景奎 也回来了 县令啊 终于明白 怎么回事 就问了 黄美玉 你和那个妖 同床 有什么不一样 黄美玉说 我们从来没有同床过 我要和他同床 他总是借口 身体不舒服 拒绝我 谢灵啊 终于明白 绝对是善缘 善缘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欢迎你关注 点赞 谢谢你的收听 咱们明天再会